這一次受到颱風的影響 全台的航班也大亂 而昨天有一架班機 它是下午的時候 从日本东京要飞回台湾 但是飞到台湾上空的时候 受到了狂风暴雨的影响 两度在松山机场降落都失败 所以紧急改到桃园机场来降落 最后顺利降落之后 旅客都鼓掌 感谢机组人员 机舱内热情鼓掌声 上百位旅客真的感动到 要哭出来了 24号凯米台风席卷全台 有部分航班感受到 狂风暴雨的威力 这下就得靠英勇的机长 跟空姐守护大家 而他们成功做到了 有网友就分享 感谢机长战胜凯米 降落两次松山 但风太大 机长直接冲去桃园降落 让大家称赞机长 谢谢他们 让我今天又顺利活下来了 这飞机到底有多晃 看看民众捕捉的画面 上上下下右左左右右 谁看了都心惶惶 再透过专业的图来看 飞到台湾上空 可是绕了好几圈 看得都头昏眼花 真的要感谢机组人员 勇敢战胜台风 记者综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战胜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